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经典名著速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傲慢与偏见,情节概述 二,简奥斯汀,女性文学的先驱 三,傲慢与偏见,爱情与社会的双重探讨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傲慢与偏见,情节概述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讲述了一个充满误解,骄傲和爱情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的英国乡村 围绕着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婚姻问题展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小说的情节概述 并从中挖掘一些有趣的细节 首先,故事的开头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经典的开场白 一个普遍承认的真理是 一个单身汉只要拥有巨额财富 就一定需要取其 这句话不仅奠定了小说的基调 还为接下来的情节买下了伏笔 班纳特家的五个女儿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聪明机智的伊丽莎白班纳特 她的母亲,班纳特太太 几乎每天都在为女儿们的婚事操心 仿佛她们的幸福,全靠她的努力 班纳特先生则是个幽默风趣的绅士 常常用讽刺的口吻调侃妻子的焦虑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新邻居宾利先生的到来 她是个富有的单身汉 自然引起了班纳特太太的极大兴趣 宾利先生的到来 还带来了她的朋友达西先生 一个高傲冷漠的身世 达西先生的傲慢态度 让伊丽莎白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 伊丽莎白逐渐发现 达西并非她最初所认为的那样冷酷无情 达西先生也在与伊丽莎白的交往中 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傲慢和偏见 两人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在一次次的交锋中逐渐化解 最终达成了相互理解和尊重 小说中还有许多有趣的配角 比如伊丽莎白的妹妹丽迪亚 她的轻率行为 差点毁了整个家族的名誉 还有那位令人捧腹的科林斯先生 她的求婚方式 简直可以写进如何不求婚的教科书 总的来说 傲慢与偏见 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更是一部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剖析 奥斯汀用她独特的幽默和智慧 描绘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角色 让我们在笑声中思考 在思考中感动 所以下次当你遇到一个傲慢的达西先生时 不妨想想伊丽莎白的智慧和勇气 也许你会发现 傲慢和偏见背后 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简奥斯汀女性文学的先驱 当然 谈到简奥斯汀 Jane Austin 我们不得不提到她那种 既犀利又温柔的笔触 她的作品 不仅是文学的瑰宝 更是对社会 性别和人性的深刻洞察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这位女性文学的先驱吧 首先 简奥斯汀的作品 总是充满了 对人类行为的细致观察 和幽默讽刺 她的小说如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等虽然表面上是爱情故事 但实际上 却是对当时社会阶级 婚姻制度 和女性地位的深刻批判 她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揭示了人性的弱点 和社会的荒谬 比如说傲慢与偏见中的 伊丽莎白·班内特 Elizabeth Bennett 和达西先生 Mr.Darcy 他们的爱情故事 不仅仅是浪漫的邂逅 更是对傲慢与偏见的双重结构 伊丽莎白的机制和独立精神 使她成为了许多读者心中的女神 而达西先生呢 她从一个高傲冷漠的贵族 变成了一个懂得谦逊和爱的男人 这种转变让人不禁感叹 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呀 再说说理智与情感中的两姐妹 Eleanor Eleanor 和玛丽安 Mary Ann 他们分别代表了理智和情感的两种极端 但最终都找到了平衡 奥斯汀通过他们的故事 告诉我们在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时 既需要理智的冷静 也需要情感的温暖 简奥斯汀的这种平衡观念 至今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有趣的是 简奥斯汀的小说 虽然在他生前并未大红大字 但他的作品 却在他去世后 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他的书中那种对人性的洞察力 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 使得他成为了女性文学的先驱 他不仅为后来的女性作家铺平了道路 也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阅读乐趣 和思考空间 最后 分享一个小故事 据说简奥斯汀在写作时 常常会在家里的一张小桌子上工作 而这张桌子放在一个可以随时看到门口的地方 这样 如果有人进来 他可以迅速把稿子藏起来 想象一下 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创作时 还要时刻提防家人的打扰 这种情景 真是既可爱又令人心疼 总之 简奥斯汀不仅是女性文学的先驱 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文学女神 她用她那独特的幽默和智慧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和鲜活的人物 让我们在笑声中思考 在思考中成长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傲慢与偏见 爱情与社会的双重探讨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堪称爱情小说中的翘楚 它不仅描绘了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 还深刻探讨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和性别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作品是如何在爱情与社会的双重探讨中展现其魅力的 首先谈到爱情 不能不提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班内特这对欢喜原家 达西先生初次登场时 简直是傲慢的代名词 仿佛在说 我是达西 我有钱 我骄傲 而伊丽莎白则是聪明机智 独立自主的女性代表 她对达西的傲慢态度毫不买账 两人的初次相遇简直像是火星撞地球火花四箭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 达西的傲慢逐渐被伊丽莎白的智慧和魅力所化解 而伊丽莎白也开始看到达西内心的善良和政治 两人从误解到理解 从对立到相爱 这段感情的转变过程堪称爱情小说中的经典桥段 简奥斯汀用他那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爱情中从误解到理解的美妙过程 让读者在捧富大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之动容 再来看社会层面 傲慢与偏见对当时英国社会的阶级和性别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班内特家的五个女儿各个都面临着婚姻的压力 因为在那个时代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几乎完全依赖于婚姻 班内特夫人为了女儿们的婚事操碎了心 简直可以说是操心妈妈的鼻祖 而达西和宾利先生的出现 则让班内特家的婚姻市场瞬间热闹起来 达西的财富和地位使他成为众多女性心中的钻石王老五 但他的傲慢态度却让人望而却步 宾利先生则是温文尔雅善良体贴的典范 简班内特和他的爱情故事则是另一条温馨的主线 通过这些人物和情节 简奥斯汀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婚姻的重视 和女性地位的局限 还通过伊丽莎白这个角色 展示了女性独立自主追求真爱的勇气 伊丽莎白拒绝了克林斯先生的求婚 因为她不愿意为了经济保障而牺牲自己的幸福 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总的来说 傲慢与偏见不仅是一部动人的爱情小说 更是一部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的文学作品 简奥斯汀用她那幽默风趣的比调 既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美好 也让我们思考了社会的现实问题 正因为如此 这部作品才能在两个多世纪后 依然让人们津津乐道 回味无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是一部充满幽默和智慧的爱情小说 也是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 在这部小说中 我们见证了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班内特 从误解到理解 从对立到相爱的美妙爱情 同时也看到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姻和女性地位的局限 通过班内特加五个女儿的婚姻问题 简奥斯汀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婚姻的重视和女性地位的局限 她以幽默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困境和压力 也通过伊丽莎白这个角色 展示了女性独立自主 追求真爱的勇气 此外 简奥斯汀还通过对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爱情故事的描写 告诉我们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需要经历误解和矛盾 才能最终达到理解和尊重 她用她独特的笔触 展现了爱情中从误解到理解的美妙过程 让我们在笑声中思考 在思考中感动 最后 简奥斯汀作为女性文学的先驱 用她犀利又温柔的笔触 描绘了一个个生动的角色和鲜活的故事 她的作品 不仅为后来的女性作家铺平了道路 也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阅读乐趣和思考空间 现在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和社会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 请在评论区与我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